今天是2021年2月20號 我想所有人都應該有個共識 就是拜登的政策是軟弱無力的 就是我講他對於全球來說 抵制這個獨裁專制主義來說 絕對是軟弱無力的 这点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只不过我和欧洲大外宣等人的不同就是 他们认为夹下夹下 布林肯各样那些 就能够扭转到 这个拜登和国会也都有 钳制的效力 喂大哥他国会那些 是什么人捧他上去才行的 此其一其二就是 所有的那群人都在外国 那里有那么多的生意 其三就是拜登自己 自己都很多生意啦 那你要顾住盘生意的时候 至少有一样东西肯定的 就是他不会落狠手 就是每样东西都会有一些利益的交换 那当然表面上就不给你看的啦 就算要转 你都要给些时间他 你这东西已经大事了 说的是你要给些时间他去转 意思是什么 他有目标是想转 可笑的就是有些人问 你对华盛顿有多熟悉啊 喂大哥啊 我不认识一下个妈妈 我都可以判定你妈妈是女人啦 你不需要答些华盛顿街道名 我听的哦 要在华盛顿住一下感受一下 才可以评论这个美国时事 要去日本住一下 才懂得那些日本的政策 哇都挺神奇的 喂如果是这样 那新基内亚那些食人族你不就没权批评 那地球啊其中一部分 有些不文明的举动的时候 哎那你又不要说三到四了 对不对 你粗暴干涉他国内政了 你至少没有好好感受一下人家的国家的政策先 对不对 你都没去到那里住过感受过 你再说十几年先啦 那不就没资格批评 所以一听到这些就有点恶意的了 不过不要说他了 啊讲回这个拜登先 那最近呢 那个搞笑啊 民主党班友又在那里 那些叫什么啊 扭下扭下跳草裙舞这样 但是我不同意这句的 啊他就说什么 民主党搞那些内部分裂了 现在啊 因为拜登那些政策呢 啊令到他们不happy的说 其实拜登又是在做一场戏 民主党那些又是在做一场戏 民主党那些说什么啊 就是自从拜登那些政策 啊那些出来之后啊 有些人好像想割借那样啊 就在那里说 哎呀你不要好像个独裁政权那样啊 喂老实说 民主党共和党今次啊 是联结了一切啊 有眼你看 12月14号 1月6号 甚至乎反过来 屈这个特朗普总统一嘴 那他们是在做什么 美国人民 就是联结了民主党共和党 啊选了一个独裁政权出来啊 就这么简单一句说话说完了 那你选了个独裁政权出来 有什么权利要求啊 转回去民主什么两党共识那些呢 你就是一个独裁政权 你本身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独楼 这个美利坚香蕉共和国啊 那所以啊 如果特朗普总统啊 真的已经让位的话呢 他其实是最大的一个卖国者 这个很肯定的啊 就是你啊 就想着哎呀 不要啦啊 就是美国会分裂的 各样不分裂啊 现在是灭亡的 你没有可能团结一些 不想团结的人的 啊 你美国民主党那些搞搞阵 有通俄门 有通污门 不过都是 就是你很难的 因为无论FBI也好 你的法院也好 啊 啊 国会也好 就是你整个东西已经是 你切开个橙 就有很多条虫转出来嘛 那你怎么搞好呢 可能真是好像其他人那样说 啊 要很好的章法啊 啊 才可以修补回这个大漏洞 如果他做到 真是神啊 哼 但是啊 我不知道啦 我们这些都是英雄主义的 尤其是 那么久 由尖心那时候开始 你又见到 美国没有个总统是正常的嘛 啊 列根好点啦 是只有一个列根出来 其他那些啊 哇 真是 赚钱的 所以这么难得才出了一个 英雄人物 啊 那怎么都对他有些期望的 啊 就是 坦诚啊 期望越大 失望越大啊 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就可能因为 啊 特朗普总统是非常不同的一个总统 所以啊 才有那么多人 是对寄予厚望啦 那民主党那边啊 啊 他们在骂的分歧就是说 你华盛顿那边 啊 就不要搞那么多 围园各样啊 啊 这样做啊 太像这个独裁政权啦 啊 不过那个法案呢 就是想拆除围园的法案啊 啊 这件事是2021年1月9号啦 自从你1月6号那件事 啊 你在这里 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证据流出来 显示民主党当日啊 啊 是很明显 是很明显 有份参与策划啦 包括那个John Sullivan 已经漏了风声出来啦 那还有啊 啊 有很多文件 直接写了 他们怎样资助那帮人 所以1月6号 如果你真的要弹劾的话呢 第一个应该弹劾的就是那帮民主党 而1月9号之后啊 华盛顿DC就全部起了围园 今天都没拆的哈 那啊 说回上来就 可能是害怕那些群众啦 哈 你可以这样想 也有另一个说法就是呢 啊 他围起来啊 就是要做大手部 而其中一个民主党人啊 就叫艾利洛霍姆斯洛顿 那他呢 就叫着Lorton先啦 没有兴趣分他们的名字 那Lorton呢 啊 其中一句说话 在法案里的一句说话 就挺有趣的 他说应该拆除了 华盛顿DC大厦 周围那些铁栏 啊 为了什么啊 这句可圈可点啦 为了看起上来啊 啊 就不好 好像个独裁政权那样 他意思呢 啊 就是你仰衰啊 啊 用三个字就是你仰衰 喂 但是那个问题是什么啊 你化妆来的而已啊 你本身仰衰的啊 而且呢 他说的是什么啊 可以用更现代化的方式 啊 去保护那个地区 这个方式就很古老啊 找些铁栏围住 每个人都看到 啊 就不是几好看 啊 不过我老实说了 啊 反过来想 喜欢建一些围场围住的东西 啊 去确保那里安全的那个人呢 似乎第一代就是 这个 Builder Wall 是不是啊 啊 就是这个铁栏到底是谁的旨意啊 啊 还是拜登 就是他下的命令 但是 又是那帮人的而已啊 就是1月6号事件之后啊 这个国会警察局 就是帝属联邦 那个组织啦 国会警察局 那个局长 啊 尤加南特皮特曼 就叫Pittman先啦 就是 Lorton就是提出那个 议案的议员 而这个Pittman就是警察局那个 那是他 就 建议 在大厦周围呢 就设那些围栏的 那国民警卫队都是跟着他这样做的而已啊 而Lorton 啊 就知道了 就是他收封收回来啦 就是这个围栏 原来啊 要给本身啊 就长几个月啊 就是原本可能 打算你用一头半个月那样的而已嘛 谁知道呢 啊 就要一直延长啊 那个时期又不知道什么时候 终止 那当然啦 啊 他又觉得这个 这样的措施 是建议在情报的基础上面 啊 就是有些情报机构啊 可能他知道 国会啊 会有危险 所以才建议用一些围栏 就围住他 你敢说啦 我相信pipman 当初啊 啊 提出要有些围栏各样 他都是想着 一个小范围 这样的围栏的 啊 就没想过这么大范围的围栏的 国民警卫队是做多了啦 那还有啊 啊 都想着很快就会拆除的 始终他只不过是 国会警察局那边那些人来的 而已嘛 那现在围住了就不知道做什么 而这个 如果呢 呢 呢 提出议案很明显就是因为 他 在一些媒体 啊 以及啊 看到一些 民主党方面的支持者 啊 可能觉得这样做都非常之有问题 哦 历界这么多任总统啊 哪有人找那些围栏围住国会 才行的啊 你这样的时候 那些民众怎么走进去呢 这个第一点 第二点可能就是呢 你这么严密的那个 守备措施 那结果呢 如果你外国有些 Lobby影 啊 就是想搞些游说啊 各样 那他们走进去都很困难 这个呢 就是站在利益立场去想这件事啊 就是 结果那些人呢 都走不了进去就很不方便 我觉得这个似一点 因为你民主党提出来的嘛 是啊 我一触告大家是船人的 民主党就是拆党 换党 而同时之间 在特朗普总统时代呢 他又做了一件事的 如果你是去 走入白宫那里访问那些人事呢 你就不需要 一定交代 在那里登记你那个名称的 那我想是去 保护那些人 因为有些人 可能想见总统啊 各样那些 那但是呢 你登记了的时候啊 你有机会 啊 就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了 而拜登是反其道而行的 因为逢侵必反嘛 那他是移除了这道行政命令 那结果啊 你是会看到了 有些什么人走了进去 那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是那些 非民主党人士 啊 或者非奥巴马 有些民主党人士 那走进去 那结果 另一边呢 会施加压力 啊 同时之间 他们就会很额 啊 那跟着 就可能 又有一些 相应的团体 去做一个反游说 尤其这件事啊 对于一些 就是外国来的人士啊 就更加不利 就是可能你在一些 极权国家走出来 那跟着呢 你是冒险走去游说的时候 这个问题是 你当日是一个吹哨人的角色 嘛 而吹哨人呢 啊 还要被人知道自己的名字 那是会令他们 置身在一个 非常危险的状态里面 而事实上啊 最重要的是 当那个吹哨人觉得 自己那个名字 适合公开了 啊 已经安全了 那他才公开 那比起你白宫那边 那个 你3721 都走去登记了他呢 就安全得多 始终你的决定权 应该交给当事人啊 啊 如果不是他都不知道 走不走进去 做吹哨人好 例如啊 啊 如果你在那里 说那些有朋小吃那些 啊 在那里走进去 想着告密各样 哇 你猜 被希拉里各样的那些 看到会怎么的款呢 那目前啊 蓬佩奥那些呢 就仍然日日在这个 外交政策上面 啊 对这个拜登的团伙 那说三道四啦 就想着夹住他吧 你就这样看 好像是想夹住他 但是权不在你手的时候呢 其实你是 是没权出声的 人家的政策 是不会因为你说几句而变的 而事实上 啊 当美国的民众 选了一个独裁的政权出来的时候呢 你就等着咯 啊 他现在已经想回收枪权了 会逐步逐步地削弱了所有民众的反抗能力 进一步集权 民主党就是求这样的东西 所以啊 将来啊 可能都要写一本书才行 就是什么啊 大独裁者 拜登 啊 不过不好意思 出不了版了 哈哈 好今天讲到这里 到 好 好 好